在吴歌窟内的任何地方 都会有天上的仙女一般甜美 有温柔的微笑迎接游客 大家所知道的阿布莎罗斯 增加了寺庙广大建筑群每座墙 每个角落的神韵 他们以不同姿势的舞蹈 美丽精致的穿着和珠宝 为雕像增添着精神 在印度教的信仰里 当神魔搅拌牛腩海洋 为酿造长生不老的神酒时 会有成百上千的阿布莎罗斯 欢欣前往 这种信仰在吴歌窟 信封皮色拿的寺院中 得以体现 阿布莎罗斯 被认为美丽至高无上 装饰精致 所有的神圣生灵 都拥护阿布莎罗斯 高棉人认为他们是天上的舞女 婆罗们认为古代的高棉君主 建造他们的寺庙作为神的住所 是效忠于他们的祖先的表现 苏里亚罗门君主俄世 建造了吴歌窟 供奉比色拿 并视为最高等级的神 这所宏伟的国家寺庙 有100米长 850米宽 65米高 吴歌窟墙上 韩克有各种千姿百态的宣礼 阿布莎罗斯展示了许多不同的服装和头饰 大概是模仿吴歌时期宫廷舞女的风格 他们优美的舞姿成为高棉经典芭蕾舞的原型 阿布莎罗斯优美的舞蹈动作 被当作经典表演艺术 在柬埔寨皇室朝廷教授 在金边先立旅游中心的许多大型建筑的入口处 都分别以阿布莎罗斯作为装饰 高雅美丽的阿布莎罗斯 维吴歌窟增添了与众不同的建筑特色 成为伟大优雅的古老高棉艺术的缩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